随着疫情的缓解 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 来到海边拥抱大自然 呼吸新鲜空气 释放一年多压抑的心情 重拾往日美好的时光 24日 南加州圣塔莫尼卡海边的剑桥 又恢复了疫情前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 众多的街头艺人吸引了无数的游客驻足观看 本台记者高瑞发现 艺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华人 有捏尼人的 有写一书字的 画画的 还有拉二胡的 52岁的街头艺人王庆坠 身穿灰色的T恤衫 坐在剑桥的尽头背向大海 用一把大太阳伞遮住夕阳 用二胡为嘻嘻嚷嚷的游客 演奏着脸上的五线谱 一曲曲优美的中国传统民乐 诸如真的好想你 甜蜜蜜 月亮代表我的心等等 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为观 有些人投下小费 有些人买走了他的二胡光碟 有些人为他拍照录像 还有些人坐在阶梯看台 全神贯注的聆听欣赏 王先生介绍说 他靠街头卖艺和妻子闯荡了七个国家 其中包括美国 德国 法国等等 他拉二胡卖光碟 妻子写一书字 两人靠手艺吃饭 边卖艺边旅游 从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周游列国 在法国待了六年之后 如今来美也已经五年多 二十多年的流浪艺人生涯 让他由当年的帅小伙 变成了已知天命的年龄 他计划明年和妻子一起提前退休 回到中国一样晚年 王先生表示 他和妻子二十多年的国际流浪 虽然没赚到什么大钱 但是赚钱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开阔眼界 不枉此生 在各国卖艺的过程中 一边弘扬中国文化 一边领略异国风情 这是他和妻子此生的梦想和追求 王先生表示 他在国内就是吃二壶这碗饭的 有自己的乐队 他说道 人一辈子能干自己喜欢的行当 并靠他赚钱养家 这一生就算幸福的了 没有白活 就失ело motivate 2829。 Все时间工作 试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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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音乐